什么是舞台 在演员眼中舞台可以是游乐场 在导演手上舞台可以是宇宙洪荒 在灯光设计师来讲舞台可以是日月星辰 那么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 舞台是什么 什么是舞台 我是林一华 我是一个戏剧导演 也是这个介绍 什么是舞台美学的系列的导游 什么是舞台系列的第一位 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舞台美学家 是跟比利时导演伊沃凡霍夫 合作超过40年的舞台设计师 恩·瓦斯韦·费尔德 第九部到第十一部要介绍的作品是 人的声音 另一把声音 还有远方之歌 都说舞台设计师是戏剧世界里的建筑师 他们盖的房子是参照角色的心灵 心有多大有多小 是开放是封闭 全都反映在舞台设计师所呈现的舞台空间里 房子走进去舒不舒服 能不能让人有贵俗感 愿不愿意安顿下来 有一个元素特别重要 就是光能不能照到这个房子里 而光照不照到这个房子里 就看窗户开在哪里 怎么开 恩瓦斯韦·费尔德的舞台设计 实体的建筑只是占了一部分 他所擅长的灯光设计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他大部分的舞台作品里 都是以简阅的方式来帮助故事的诠释 所以当舞台上出现的房间没有家具 没有细节 这个空间很容易就被认为 跟看上去很类似的另外一个空间 没有差别了 就好像那三部基本上是独角戏的作品 人的声音 另一把声音和远方之歌 就是会容易让人有此影响 可是这三部戏 真的就因为都是采用长方形的盒子 作为房间的形状 里面大致上都不会多过一到两样家具 它们的空间概念就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是 因为三位主角的心理状态有接近之处 它们的房间的定义 便都跟窗很有关系 不一样的是 在人的声音里 女主角是一个被男朋友抛弃的女人 她所看不见的自己 我们通过了一线窗 却把它看得很清楚 另一把声音里没有窗 可是有一个比例上 跟人的声音里 那面窗很接近的opening 就是阳台 到了远方之歌 窗就变得更多一性 既有实体的窗 也有窗变成光影 被投射在地板上 所以恩瓦斯维菲尔德 呈现的房间 再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角色的处境 心情 都是可以随着光跟影 人跟窗的互动 而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 变化在舞台上有时候 是必须先让不变被观众看见 人的声音里被抛弃的女人 尝试通过电话的连接 去打动变了新的男人 另一把声音里的男人 就是故事里另一头的复兴汉 借助通讯工具 换成电脑与网路 他也想说服前女友 放下过去往前走 远方之歌是离开 家庭12年的儿子 从纽约回到阿姆斯特丹 参加猝死的弟弟的丧礼 之后再回到纽约 他拿起笔来 给死去的弟弟写信 重返故乡 很多感觉都涌上心头 然而就在这些感觉的背后 我们会看见 一直没有改变的人 是他自己 这三个人物的故事到最后 就像被打开的一扇窗 可以是结束 也可以是开始 电话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已经大大不同于1930年时的功能了 虽然它也出现在人的声音的舞台上 只是这个电话没有电线 只有话筒 西中的女人也不是全部时间都提着那个电话筒 来跟电话另一头的人讲话 她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观众明白 这个电话的道具 不是这部不到80分钟的演出的重点 女人的心理状态才是 观众的这个理解 是来自恩瓦斯维菲尔德 所设计的表演空间 开始的时候 舞台好像一张长而宽的荧幕 是灯光见亮 演员从外面走进来 观众才发现 这是一面窗户 窗户里面跟外面最大的差别是 演员看不见观众席 但是观众可以看得见演员 这种单向的关系 既是舞台上下的 也是电话里头那两个人的 既是女主角尝试打破的 也是观众正在窥视的 单向的意义就是为了要让对象的角色 显得更为的多重 虽然人的声音里面有两个主要角色 但在舞台上的观众只会看到 等电话打来的女人 不会看到打电话来的男人 恩瓦斯维菲尔德利用了一面窗户 把不在现场的男人变成一种目光 我们因此只要通过窗户来看女人的反应 便等于取代了男人的存在 当观众通过单向的窗户 窥视绝望的女人 在她让情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时候 在她面前的是一块镜子 但是在观众眼中 她却是在向人倾诉 可是她不会知道这一举一动 都会因为被看成是一种展示而被评判 评判就是来自观众对于被拒绝的恐惧 然而舞台上这片象征了 女人的处境与心理的空间 对观众来说性质上是封闭的 只不过因为她又是一面窗户 所以她也可以是开放的 如果是开放的 这片窗户就能提供新的空间 但如果维持封闭 窗户打开了 也不可能让这个女人找到出口 恩瓦斯维菲尔德 由此赋予了这个版本的人的声音 一个问号作为一个句号 人的声音那面窗户来到另一把声音的舞台上 它是把观众从外面看到里面 改成跟男人一样身处在房间的里面 这是一个摩登的房间 主要分成两半 室内与室外 室内有着舒服的颜色与扩宽的空间 左边有一张沙发 右边有一道楼梯 左边的墙壁比右边的大 所以左边的角落就比较显眼 阳台的围栏从左边伸延到右边 观众只会看到右边的角落 两个角落便成了两个舞台空间上的毛 加上斜放的沙发与斜都很陡的楼梯 这是一个菱角与平行主导的空间 阳台在这个房间里 呼应着人的声音里的那扇窗 虽然这看来是一个比人的声音写实的空间 这里的石包括楼梯、沙发、阳台 却渐渐会因为男人被电脑跟电话里的女人 逼得抓狂而失去了他们的存在感 楼梯下的空间、墙的角落、沙发的边缘 或站或蹲或坐或躺 它都是因为被动才选择了这些位置 被动是相对于男人在这个空间里 本来可以很自在 由于女人对它构成的压迫感 它不得不在开放的环境里 找寻可以躲藏的地方 然而楼梯、沙发、阳台、墙壁、角落 都没法给它隐身躲藏 石就是这样出现了虚的面貌 是同样处于极端无助的状态 让这个本来很阳性的空间 也变成了跟人的声音一样的那种空间了 一样是长方形的盒子 就是这样可以让观众看见转化的过程 也就是从石变回虚 从行为回归内心 所以这个看来 呼应着人的声音里的窗户的设计 一方面在另一把声音里 象征了那个没有出现的女人的存在 另一方面也在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 让观众看到这个男人 为什么需要逃离 或者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出口 远方之歌 远方之歌同样是一个人跟不在现场的对象在交流 只是工具从电话电脑换成尺跟笔 从直接的对话换成书写 从现在的时态换成现在与过去 所以它更接近是一首诗 诗的珍贵在于意境 恩瓦斯维菲尔德为远方之歌设计的舞台 是把视觉变化作为文本 目的是让导演伊沃凡霍夫 可以把Alco Smith所扮演的威廉 转化成多样的艺术媒介 有时候它是画 有时候它是雕塑 有时候它是歌 有时候它是诗 窗在远方之歌里可以是画框 威廉是肖像画里的人 也是看画的人 房间里大小相同的两个窗户透着光 影子变成了地上的两个画框 威廉躺在画框里 窗外下着雪花 房间没有灯光 那些飘在黑洞里的白点 恍惚落在躺在地上的威廉身上 孤独的光源随着明明暗暗 照亮着威廉的故事里的人物 死去的弟弟 老去的父母 改变了的旧情人 短暂的情缘 在他身上的光影变化 如同看得见的时间 为了追求改变而离乡别景 十二年的他 就是在这光影里 看见了其他人都不同了 却只有他依然顾我 这个时候的他身无寸缕 跟这个从外表看来 不会让人知道是否有人住在里面的 也不会让人知道曾经住在里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房间 融在一块 恩·瓦斯维菲尔德 用光给远方之歌画了一张画 有人在里面看见英国画家 法兰西斯·培根 也有人看见美国画家 爱德华·霍普 前者擅长让痛苦赤裸裸地被看见 后者以光影刻画城市孤独者文明 在威廉身上就是两者的结合了 赤裸是身体的一种状态 裸体是身体被看见的一种方式 空无则是一种物质的状态 这三者都牵涉到身体跟物件之间 是怎么样的关系 恩·瓦斯维菲尔德 作为舞台设计师 工作就是怎么样借舞台空间 来展示演员的形体与状态 演员的形体不可避免 会在被展示的过程 勾起观众的欲望和想象 这些想象如果脱离了戏剧的内容 身体就不会再有生命 而是成为物件 人的声音里的女人因为失恋 失去了主体性 便把希望全寄托在 情人会打来的电话上 恩·瓦斯维菲尔德不是把 设计的重点放在电话上 而是让舞台的空间成为 那个物件 舞台越赤裸 观众就越能看见女人 舞台就是一种 裸体 Liva声音里的男人周旋 在两个女人之间 一个不在现场 一个却跟她不断有着身体的接触 两个女人其实都想完全占有她 表面上男人象征主体 可是在这个房间里 恰恰这个男人才是物件 在这个就是为了摆放 男人所拥有的物件 而存在的房间里 舞台越贝尔空无 观众就越看见这个男人 还没准备好 远方之歌是一个男人的自白 这个男人的感受很多 但因为他的冷漠 他的逃避 他的身体 便成为了这些感受的监牢 连他所住的房子 也因此没有了个人的气息 没有生命的痕迹 就像随着自白地展开 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的他 是到了他回想重返互乡的旅程 去过的地方 见过的人 闻到过的气味 和最后跟家人道别的情境 这个赤裸的房间 开始有了之前没有的过去 我没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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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你带到你去期待 你不要拒絕,你不要拒絕,你不要拒絕 謝謝你 哈囉,哈囉,哈囉,哈囉 Enzo Ja 你現在是嗎? 你現在是我現在聽到嗎? Hallo? Hey Rook jij? Ik ga ophangen, want dit heeft geen enkel...He? Zoot Sorry Je houdt gewoon niet op Zeg dan dat ik een klootzak ben Niemand vergeet jou, niemand Ja, maar dat gaat niet gebeuren, het kan niet Geloof je het zelf nog?Nee, nu even niet Umeri daai'a Yehzibu gizeya Aley Enta omri Het is het beste, dit Enta TOR Vanaf vrouw Nee 是 战争的城市 在越南业有些藝衣有些藝術的古代 在枕頭上有些藝術的藝術 有些藝術的藝術草 和藝術的青木椒 全新的奖划被採用逐渐在17世紀 我猜猜人是否曾经也知道 是否他在一天? he said or do you only ever realize you're living in a golden age after it's gone you